长寿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事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的人一边想着怎么长寿 有一边做着影响长寿的事情 长寿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 生活起居 饮食习惯 日常运动 个人心态都与长寿息息相关 那你知道怎么做才能长寿吗 1.早上起床后要喝杯水 我们的身体经过意外上的新陈代谢 会通过皮肤 呼吸 等各个方面再发出去不少的水分 血液也处于一种粘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喝杯水对身体来说是很重要的 经常喝水还有助于软化血管 促进血液的流动 经常喝水可以清除身体的毒素和垃圾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喝盐水 蜂蜜水 酸奶 2.早上起床后要沉变 我们的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新陈代谢 这个时候也有垃圾需要排出 而沉变就是排出的最好方式 还有利于肠道的健康 这些素变长期累积在体内的话 就会导致肠胃出现各种异常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沉变的时候不要过于用力 配用力会加重身体的器官 以及组织的负担 每天早上起床后去厕所蹲一段时间 养生排便的好习惯 3.早上起床后要吃早饭 早饭一定要绞进营养均衡 建议大家早上使用一些蔬菜 水果 粗粮 蛋奶这一类 如果有必要 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类 这样能够让我们保证营养的同时 让这一天的工作以及身体保持健康 早餐是一天中的第一顿饭 学会吃早餐对人的健康长寿 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身体的各项器官处于一天中比较好的状态 但是由于一整一夜的时间没有吃东西 身体需要通过早餐来补充营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